以往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女演员就是玩青春饭 年龄越大 事业就比较容易走下坡路 而严妮却正好相反 这两年的她 愈发光彩照人 我今天早上那个 金哥哥给我画的时候 我就一直说 哎呀 你画得真 他在画眉毛 眉毛好看 画嘴好看 再一次出现在公众事业当中 装扮时尚 妆容精致的严妮 又惊艳了不少人 不过跟早前相比 人们已经不再 惊讶于她的改变 因为不知不觉当中 严妮已经美了很久 并且水平一向稳定 其实大家有时候也还说 说其实各有各样的美 你以前胖乎乎的 还有你那样的那种 可爱的样子 斗牛当中 吐得不可放物的九儿 武林外传里 陕北风味的铜掌柜 北风那个吹里 憨厚朴实的牛鲜花 早些年 严妮诚诚实过不少造型邋遢 仪态夸张的村妇形象 而越变越美之后 严妮的画风也发生了改变 颜值的提升 为严妮拓宽了戏路 也带来了不少赞美 但是作为一个实力拍的演员 严妮说了 为了拍戏 依旧不介意做出任何的改变 哪怕是再去扮演丑爵 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 真的是角色的美 才是真正的美 你有时候 尤其从电影上出来的很多东西 你带给观众的是无限的一种想象 变一位演戏而奋斗全身 角色百变 演技精湛 现在的严妮是影视圈内 风光无限的一线女星 而在光环的背后 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一位单亲母亲 女儿在长大 严妮则开始追求一颗年轻的心 虽然经历了岁月的催恋 但严妮却始终在心里 给自己留有一块纯真之地 好奇心强烈 喜欢接触新事物 46岁的她依旧像 二十几岁的时候一样热爱生活 这也使她跟女儿之间的交流 毫无障碍 反正其实不管过了多少年 好像心态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实但是眼神里面的东西 还是多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还是想让自己 有一颗就是说 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激情 约了星天地 北京独家采访她